我们先用outline的方式 刚刚讲的是清脆脂 我们现在就是举清脆脂这个案例 李老师说清脆脂这个产业 或者他现在参与清脆脂的历程中间 发现什么样的关键问题 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清脆脂这个产业在你手上 在台湾的或者是你那么多项目里头 它的成功度 它sacetonis是什么状态 你满不满意 清脆的是在台湾的栽培 栽培的问题大概已经解决了80以上了 它的管理也是蛮粗犯的 但是选择土壤很重要 你要写那个当然是沙子栽培是最好的 有一些实力也没有关系 不要写那个水稻那个粘 粘粘粘 就是通气性排水性不好 对对对 那在筛培你认为已经是满意度是80% 因为它有重以后有5年才可以产 那管理这一块呢 对 所以栽培管理都是80% 对 差不多 那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大的前景 你认为 还是说你知道的一个 共它的问题还是共它的更大的前景 就是将来我们的前景 这个逼着你 这个逼着你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逼着你一方面是市场潜力 对 一方面是你公用原物料的能力 对 不是公用原物料的能力 对 我觉得在我的部分有八成到九成的保护 是 那全球的市场潜力呢 全球的市场潜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现在全球的市场被世界级的大用场把住了 把住没关系啊 它把住市场它把住它还是原物料啊 我们这边的经验跟把握是我能够栽培 能够供应的一教 那个要是要跟他们谈 对 你有谈过 没有谈过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没有那个能力 那你 我是在栽培栽培顾 所以你没有去注意就是他们市场端 市场端的状况 那个要通过熟悉的人 对 去了解 那我请教一下 值不值得 比方说 国态去关心 去注意 然后变成 将来你们事业体的一部分 这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跟美国的央军 这个 来往以后 这个就不重要了 还有 日本人 因为日本也合作 对 那这两个也够我们复制 OK 三个人不满了 那我们再也会一下我们猜 会村的那个状况 是 像是有没有时间不够 谈一下 这个可能也都要请教各位 那现在 那边也代表我们 那边另外一个也是希望有 目标是国际化 对 目标也是标准化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最重要的目的 是从李老师你们这边的经验 去看台湾农业的机会 那农业机会里头 特别是那个 温先生 他特别在意就是说 香药草这个原生植物 本身具有开发潜力 那而且具有台湾特色 那如果是这样的基础上去看问题 以您的经验里头 往前看的时候 我们想要去摸索出一些 已经知道了解决的 或者还知道了不能解决的 或者什么 整个经验跟那些 从这里 我现在感染这个节目 我暂时打住 我讲一个东西 是我爸爸 有没有 过世以前 他一直交代我一件事情 有一个东西叫做山洞庚 OK 山洞庚 山洞庚 中药鞋打开来也有山洞庚 但那个山洞庚是大陆的山洞庚 中药里面山洞庚 不是台湾 我都是指台湾的 local的 这山洞庚 那么这山洞庚是豆河的 但也是木本的 那它是半樱的状态 在台湾的500樱 还把以上才会有 而且是在林县林的 这个山区的林县林的 东向的浪幅比较多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特别交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只有台湾才有 那这个东西 它是台湾山洞解舌毒的解药 第1个人 其实也有解毒 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山洞庚 那它生长非常慢 慢到什么程度 你种了二十年吧 要这么大 还没办法这么大 这个人一半 然后它专门是生这个峭壁 石缝里面 那因为它这个根 不容易长到营养 它的根就是 你那里都球球流流 嗯 旺风齐齐的 浪幅不高 所以你要保存 所以不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个细节 我们这样请问 从山洞根这样的一个 一个 方向 一个植物 被发现它的用途 好不好 那现在 还是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讲 从市场端看回来 市场端 对这个材料的事情 市场端是这样 这个市场端不是现成的 但是现成 但是人类要有机 第一 它一定有卡牌 第二 它对皮肤三国一核 尤其是大量的三国一核 非常好 不是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细节 我现在说 在市场端 对这个山洞根 它所有用途的应用 这个市场潜力 是已经 成熟了 是预期的 还是存在的 哦 这是预期的 那预期 你怎么知道预期 可以变成事实 因为是这样 我调查药厂的时候 包括所有的 人种品的部落 它的用药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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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族 他们的用药 也是我调查的方式 我调查分两个方向 一个是延性植物的药材 跟采集 所以它是民族 民族药 第二是 各个部落民族 如果用这个 也是我调查的 就想这个才能完成 不然只是 建地质公会而已 怎么用 这个用这个 也许这个比这个更重要 对不对 所以就很有趣了 对 所以说 其实这个日本人 以前有干过 300多种 我建议以前 那个中药委会 他成立了一个team 拨一个钱 所以你认为 山豆根本身 值得开发 值得开发 那是开发性的 可以有开发性 对 好 那我们就是 再讲细节了 不用讲那么细了 所以山豆根是其中一个 你 在众多的里头 发现一个潜力 很令人 这个 兴奋 兴奋 想要 一直都没有完成 还没有进行 多人都知道 民间的 油炒汕 你以后说 台湾首后有进行 一位 他说 那些不行了 好吧 是的 有一啊 最后 四个 八个人一定是讲的 所以这个市场 市场端的潜力 现在只是用力气 也是力气 但是这之间的挑战在哪里 天然状态之下 他一定是在勤劲里面 是生长的东西 所以长的时间要很长 那你能不能用百二二十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发展 研发的方向 或是研发的项目 其实在台湾过去 我还没有退休前 就已经有一个大项目 是国家级的 就是红豆山 你应该听过 因为它是癌症很重要的 Taxo 所以这个Taxo在国际间 临床上早就知道Taxo 这是个化学名词 Taxo这个绝对是在临床上需要 所以才会 国家我们的政府 投资的人力物力进去 结果 也是泡汤 而且还在南部科学园区沉迷的共识 还是把美国 就跟当初来做冰淇淋感演艺一样 然后看着 这个Business很棒 钱景很棒 结果半天 投资下去十年以后就泡汤了 泡汤的原因是说 泡汤的原因 泡汤的原因 泡汤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它是原物料 它不是N product 它不是purefy出来就可以用 它其实是purefy出来 这个叫做precursor 它是哪有shiver的部分 不是 还需要做derivative 才能变成真正在临床上 它要反应 它要反应 它要反应这个process 这个procedure是华人专利 所以它从美国把这个人请回来 当总经理 当股东 大股东 然后你帮我 我们只要一有原料 就是precursor 全区物给你 你就帮我变成n product 这个都是非常成熟 然后国家投资客也丢了几十亿进去 在南部科学研究成立 然后政府也破了这个临事所 要去做burefyre 为什么呢 它有几种方法 这个昌华馆说 第一个 那是高大的松树 哇 山木这么高怎么去取啊 山木 对 然后之后把它做组织培养 然后组织培养 就做burefyrefyre 还有把它的那个认知拿下来去扦插 扦插的过程里头呢 要做一件事叫循化 循化什么 其实最重要是矮化 因为它会长太高了 矮化的方法就是仿效做茶 所以去突变去筛选 反正就变成像茶叶这样种 所有都做了 十年以后全部解散 就跟我那时候做b型概念 十年又先不解散 最后放弃的最大的原因 放弃原因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整个流程 要变成precursor送到南科去 那工厂去再衍生的时候 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更不是关键问题 是你根本就是 它一启动 你就要供养原料 每天要多少 你根本供养不来 你的白亚颜色供养不来 当然是白亚颜色不能做很大 当然是不够 实验是很好 做成刚才说的矮化 然后变成制茶的方法 整个fermentation都已经做了 知道说这个过程里头 含量会提高 然后更容易萃取 什么一大堆都做了 发现没有办法产业化 所以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山豆根 其实一旦它变成产业 它就每天要做 或者批次量要做 你的原物料供养不够 就没有办法产业化 那变成没有办法产业化的时候 就只能小规模 小规模的结果 推火来在现在最前端 这个从收集到 这个整个研发的过程 你的投资就没有办法进去 你就自己玩 自己玩玩会是什么东西 我 我就考虑一下 要不要 先去外面走一下 没有 要不要走一下 不要继续讲话 可能走不是重点 走不是重点 不要说这个 走不是重点 整个talk里头 整个经验分享里头 我们是不是看到希望 看到机会 甚至看到效果 影响 对 然后看看怎么样 对李老师的基础 可以变建造得更稳固 深度广度更高 刚才我问我一开始提出 你有没有徒弟辈的 四五十岁了 是你认定 这是你整个往前走 永续的基础 没有永续的基础 光潘老师你有没有想要把他写成书 像说你那些调查 说实在的 是这样 没有穿给开课 以后大概大家都会不知道 我在药草 在台湾人 也是要用租屋的领域 所经历过的过程 在我那个机会 那个赏博那边是有一个计划 对 刚出了 什么 什么 我讲还一样 我先点叉 点叉 点叉 我被那个计划 列为点叉对象 所以他就 这个计划 挂在他的公司 中奥市场 就是又派了两个小姐 定期到我参议台 我跟她讲 我的书归一带这个资料 这个是三大厢全部入过去 他就做记录 也分成几条线 一个是外岛的调查 一个是众谷 这边的山脉 两边南山脉 两边包括众谷的调查 一个是东南岸 一个是彼岛 这个调查这个过程 整个有做了一个保存 文化传染 的记录有做过 但是你讲说要写实过 对而讲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 第一个自己的文学也不好了 就是第一个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边说 然后有人帮你记录 第二个 就是 时间 不够用 不够用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要经历这个通常 不容易 对对对 这个是有两脚力 这个有两脚力 所以今天 今天 今天 柯老师会来 跟他电话 那一遍的他会来 高建林 你会跟你有什么 高建林 有什么都做 谁 高建林 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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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高建林 高建林 没有 有技术交流 因为他现在在花林 赶路 高建 对对对 后来有被拨一块地给他自己去 去玩 好 好 好 混到高建 高 另外一个 如果是 Kylie 没有 对不是 还是 他刚才提到了 Tusport的那个东西 加上来延伸一个山洞奖 那个地方 材 takeaway 在讨论的时候 讨论 因为Tusport这个东西的话 到最后的话 大概 Optimus 我想他 clothing 会有不见的 就是 生产盾 市场 azad 但是誰能供到便宜料是他們便宜又好來 對不對 這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那台灣的問題的話 你剛才講的是神農 神農之餘 那一個問題的話 神農最後給他手套他去做 他不在想 希望台灣能夠做 最後神農都挖不來 那個龍宿舟 不是 林宿舟那邊的話 他現在林宿舟還有 將近五分地的那個地 就是他矮化的那個 住在那個浦雲 他說我們那裡建議到那邊去做 但是問題來的就是沈穩的 也沒有沈穩太好 所以他就到大陸去嘛 就像你 台客一樣 就是找了東西 又到大陸去啊 那你沒有辦法在台灣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土地要台灣能夠落地的農業 很好的東西 但是台灣確實是 是可以落地被祖民的農業的一個大的一個生產 這個是現在的環境 現在我提起來慢慢的問題 如果想要這個主題啊 把台灣人生的植物的這裡面的東西 應當是集合大家的智慧 動作來討論 從裡面來篩出來 有的 現在有另外一個醫藥協業 裡面藥學系的教授 或者生物科技所吸的大學 本來以前周藥都是拿大陸來做的 我1982年回來的時候 我們去台灣國 回的時候 就我們的標誌組員 PGA 那也才有請 還是一樣 按照中醫師的接力說 這幾個以台灣來做一定會很好 會很好 會這樣講 我會有 到時候要 後來有人建建建武器 已經不少東西會來做 那後來 神祖武 那時候神祖武還沒有 還沒訓練 還沒被 被 被你的武衣 斬掉 好 看到我們在這 那個科掌 我們在學裡面 說 你下來這個教授 那一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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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都忘了帶你 就 每年那時候 農領天台不錯 真正是 就 便利算 然後 順道 但是 便利算 有請便利 但是你要到一個學校 你自己找 我 你說 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請 北道南 所有在日本 以前過的農業的 那就是 我也跟你講 那現在回過來 回過來 那個產業裡面 你先跟他說一下 經濟人調 那經濟人 你剛才提了一計畫 就是說 你那些農民 或在中 那些貴子 貴子 台中中國醫院 大學 有一個 吳金 吳教授 他像 他像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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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t 那些UD 我去看他 打 但Вот 我去看他 答應 答應他 小韓 鐵馬司傭 李親 我現在已經有實驗企業固執 他沒有對外提出 我知道,他那個 可是我看到 當時田裡食物不是台灣的 那是從大陸的霍山食物 霍山食物是一個地 一個地區的名字 那邊長的食物都叫霍山食物 霍山食物裡面有很多 其中一個田裡食物 它裡面的叫什麼 它叫蜂豆 田裡蜂豆是它做蜂豆 田裡蜂豆的名字 所以它有這樣做 那田裡蜂豆我也不蜂蜜 其實蜂蜜蜜蜜 沒有,現在回到就是說 你現在要挑到田裡食物武器 我要的是金鮮瘍 我知道,那金鮮瘍是這樣 剛才我第一句話 你講得太快 我說是被 這個市場被炒爛 那如果說 金鮮瘍要做的話 第一個品種要選對 有四個品種 四個品種 四個品氣嘛 台灣金鮮瘍 包括金鮮瘍 有四個 那第一個品氣要選對 第二個 金鮮瘍用人工的指數培養過以後 他的腰的成分 還有多少 似乎會肉血都 不曉得了 如果說 打出來 送 所以這些人 現在有人 發出三角品大的 三角品 長得非常豐富 秘密的 發出來 就在做那個燉機 這樣 我覺得這個會有問題 因為你的媒體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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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金鮮瘍的設施 環境 才做到 這個工作人員 反對 現在其實應該從市場 斷來 對 論述 就是說 金鮮瘍的市場 對 這是這個 對 到底今年 人家的市場 本身 是不是還在 或者更大的需求出現 或者 衰退了 沒有人要 事實上 對 台灣的今年 本來價格 三才是很高的 30年前 大概 一千塊到一千塊塊 對 那用這個一千塊到一千塊塊 那你用典工具繁殖 組織電腦 然後你到 甚至裡面很重 你有這個價格 不然你 我單獨 賣的話 你的力量很高 我單獨 這個做 問題在這裡 你力量很高 這是一個 那個炒作的標記 坦他 大概 金鮮瘍 大概是這樣 是吧 但是 金鮮瘍在裡面 也很熟 有理由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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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清楚 現在 現在 新鮮瘍你要當藥 還是當健康P食品 還是當健康P食品 一二三 這三種 對 有些 當然 他一定要當健康P 但是要的話 你要經過 跟那個 食物 食物 新鮮瘍的 IMD 要進入IMD 然後 那就是 最重要是 新的藥點 用經典方 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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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 衛福部 沒有你這個角度 現在就是中國大陸 有列出 經典配方 你可以 最時候這是Fancy 而且你可以在業面冊試 疫苗調和繼續 台灣的衛福部 是 他就是很偏心 扶子欺藥 他认为有也好 他认为有也好 他认为他不齐 他认为是大陆药塞 他认为他们是台湾的药草 所以台湾药草就起 行不外也行不外 他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角度 在东方会开会的时候 农厅开会的时候 我是大声醒悟 我说我们就改一个名词 叫做保健食物 可以 所以保健食物两个字是我 跟他们会建立的这些 第二个这个药草 我把它叫做延生 延生药草 延生的 那延生里面又有一个含义 是日本时代从进来的 还是清朝以前进来的 还是水云进来的 那不要再把它来 反正它有意思的根基 台湾的药草 是这样来的 他现在有衍生植物园的诞生 所以我是会退休也是他们开幕以后 六月十五开幕 我七月十五退休去去接他的部门 接了五年了 接了两个半以后 我打这堂部门 金益哲给我们有这个 一点学术辈子园的idea的想法 很重要 我当部门做什么 做产品牌 有一百五十多个产品 都是从我脑袋里面想出的 化妆品啊 品品啊 所有 第二个 教育信念 第二个 第三个有可以看的教育眼睛 对 我是附的这个 但是我跟他们的厨房有关系 跟他们的卖场有关系 跟外面的承接我们的 我的朋友 他自己做这个产品都有关系 然后产品要上电话 是这样 他那个是我的初级版 是六四年版的 现在已经十五六十七八年 十五六年了 现在有国际版的 有那个 因为这个才可以 用腰部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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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才能赚到钱 所以也是当时 一开户的时候 前三年 大赚 后来就买了个三甲地 那后来呢 就走下坡了 在那里 因为一定跟我小老门的不一样 我两年半就退下来 我说 你给我肝骨 他说五年后这个肝骨变成十五 我说我两年半 到时候两年半就是我的肝骨变成一半 那你给我交来 后来就谈判成功 我就退休 退休 退休 我师父就挂在那里 这就 那时候 那时候也跟美国有点接触 他这次有个差弃 这个杨文达总经理 跟他的丰盛集团 他是建工集团 很大 这个财团 的确有三十六个公司 是国戚 在南京 他们的货发也是很大 就是最近实际上 西雲大师四战里出家的 那边有三 有七千五百公司 是南京的货外的费 这个众 拨这个 七千五百公司 的五百 的 七千都五 七千都五 五千五百公司 你要把我规划 有十个符在那边 规划给南京人机 修行题 另外五千五百公司 是给你国政集团 啊 他们那个 金总就来台东 不是这样的 看着 我要这个 哦 他就找到我 到我的退休 所以我那个结束以后 我在南京做了一 你也从来 包围了 你的提示 你的提示 确实是 也包围了 我现在对 我来看 我来看 就是 我来看 这一位 这位 我来看 这位 我来看 好